观众朋友你还想知道更多的国际新闻资讯吗 接着我们用Googlechance带你来热搜看看 各地网友都在讨论什么呢 我们请正宜帮大家来分析美国的热搜话题 好美国的这个热搜关键字 是NBA单佛金块的球星叫做Yokek 那中文翻译叫做Yokek 他为什么会登上热搜呢 除了他表现其实蛮优异 但是却没有让球队拿下胜利 为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他单佛金块对上太阳 是NBA季后赛系列赛的第四战 这个Yokek他很厉害 他红下了53分 很厉害 对 但是他却在关键时刻失误 结果精快中场是以三分之差败给了太阳 所以叫成也Yokek 败也Yokek 对 但是除了这件事之外 让他登上热搜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其实他在这个第二节的时候 有发生一点这个 算是推击口角吧 就是他在第二节的时候 他为了要抢 抢到这个场边的球 他跟这个坐在旁边的是太阳队的新老板 差点是有点快打了起来 我们来看一下 他其实是这个第二球 这个球是跟着球员一起调出了界外 那刚好就调到了这个太阳队的这个老板的手上 那那时候呢 这个金块其实是握有这个球 取得有球权的 但是Yokek他就本来要把这个球拿回来要准备进攻了嘛 结果这个太阳队的老板竟然没有要把球还给他 那他就是有点好像是 算是把他用手肘去推了一下他 那后来害这个这个新老板呢 就是跌坐在又跌回椅子上面去 那因为他们是在太阳主场比赛嘛 所以很多主场的球迷就开始狂虚 那后来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呢 他讲说其实当时球是到了这个底角 但有一名球迷拿住了球 那个球迷就是太阳队的这个新老板 但是这个Yokek他本来想要把他拿走 但然后还故意还推了他一下 所以他被吹了一次 所谓的违反体育精神的技术犯规 后来我看到他好像还被罚款 我觉得有有一点点的倒霉啦 但是后来金块的总教练他不是很开心 他讲说这个他只是要去拿球 那场外的球迷你把球抱着不放 这个有点太扯了 就是干扰到比赛 那是不是因为说这个球迷 刚好就是太阳队的老板 所以你好像对他比较尊敬啊怎么样的 反正就是又有一波讨论在网络上面发酵 所以这个登上了美国的热搜了 这势必会讨论的 因为蛮有话题的 有创图 然后又有东西可以看 还有那个人特别的关键 对 所以真的是新闻就是这样 没错 什么天时地地人和之下的新闻 好我们接着来看英国 英国的热搜话题是多特蒙德 他是这个欧洲顶级联赛得甲的这个足球赛当中 因为最近这个体育赛事又突然这个各国都很关注 这是足球 那因为这个赛季最激烈的这个得甲 其实哪一个会得冠 大家都没有办法很确定 但是2012年开始就是都在宝座上的就是 拜仁慕尼黑 但是他在7号这一天领先了第二名 他有立错另外一个队伍 但是领先第二名 多特蒙德4分 那多特蒙德呢 后来又以6比0大胜狼宝 所以又赚进了三分积分 所以这样子一二名一差就只差一分 他们都会看积分 对会看积分 所以很近 那得甲赛事剩下三轮 那大家现在就在讨论说到底有没有可能多特 对不起 多特蒙德成功逼近榜首拜仁 因为只差一分 那外界预测接下来关键赛事会落在拜仁跟 这个莱比锡的对决 因为莱比锡也蛮厉害的 最近表现都蛮好的 所以一旦拜仁败给了莱比锡的话 有可能多特蒙德就会中断拜仁的这个连霸记录 所以大家也很关心 所以每一场赛事每个人都在看 对所以拜仁这个有可能十一连霸 就是可能会被这个多特蒙德后来居上 会抓 因为只差一分嘛 现在 所以英国的热搜话题 OK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日本 日本的热搜关键字呢 是JR的西日本 主要是跟天气有关系 这个8号的时候呢 刚好这个日本有很多的大雨跟强风的 受到这些影响呢 这个JR西日本呢 是暂停了6条路线行驶 包括关西线 加古川线 雪岩都市线 一些部分的路线受到影响 所以先暂停停时 那后来呢是已经陆续开通了 对所以交通的资讯也很关注 那在南韩的部分关注什么呢 关注通讯软体 我觉得这跟台湾有点像 因为台湾如果LINE当机不能传 哇大家一定大爆走 对不对 很多工作可能都没有办法 对他们的 是他们的通讯软体 Kakao Talk 那这个跟LINE 在台湾受欢迎的程度 是一样的 差不多 他们韩国都是用这个软体 对Kakao Talk 那其实这个在8号的下午1点38分的时候 就出现这个讯息没办法传送 你可以看我们这个图哦 就是你怎么样传都转圈圈 所以大家就崩溃了 然后大家想好不好 那我用电脑板好了 结果也是不稳定 然后这样子的状况 持续了19分钟 然后很多人就讨论说 到底为什么又瘫痪又故障了呢 诶又诶 原来他们在今年1月的时候 也曾经出现9分钟的故障记录 去年10月的时候 也呈现瘫痪的状况 那是因为当时是这个 伺服器的机房大楼发生火灾 所以不得不先中断电源的供应 所以大家就一起死机 没有人可以用 那没有人可以用怎么办 要联络事情 所以当时这个LINE的下载 有一度冲到了应用程式的第一名 然后南韩政府还用国安危机来处理这个中断的这个事情 所以可见这个通讯软体对他们来说多重要 对啊而且就是有人就是会讲说如果说中国大陆要这个武统台湾 其实也不用干嘛就是网路断一断 通讯软体的拦截一下我们可能就会感受到面临到这个没有办法用的这个口网 对有可能很多人现在就只用网路 没有电话对不对 对不对那他完全网路断了他什么都没办法做 真的是很危险啊 但我们不能教人家怎么样把我们 好就这样子就这样就这样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是香港同样也是跟这个体育有关哦 他们的热搜关键字是皇家马德里哦 呃这个大家知道说C罗以前啊在他没转队之前呢 他其实他有待过皇家马德里 那他现在最新的在的一个职业队伍是沙烏地阿拉伯的这个艾纳斯哦 那沙烏地阿拉伯的媒体就报道说 C罗的前队友也就是克罗埃西亚的这个有摩迪之称的莫德里奇哦 他跟皇马的合约会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到期 然后甚至这个报道来讲说哦不会续约 所以说艾纳斯呢就是有开出一些优渥的条件 希望可以把这个摩迪找来跟这个C罗看能不能够在一起当队友 但是有这个转会的这个很熟门熟路的专家就出来反驳 他讲说这个莫德里奇他已经跟皇马说会续约至2024年6月到明年6月 而且甚至已经拒绝了艾纳斯的这个邀约哦 然后报道甚至还指出说这个摩迪其实会跟皇家马德里续约 其实是有原因的 因为其实最近哦 皇马是睽違九年拿下了这个国王杯的冠军 那莫德里奇他赛后其实就表示说 他自己也希望能够继续在皇马踢球 而且球迷会为他鼓掌他感觉到很感动 那皇马是他的全部他的生命等等 所以这个外面的这个球迷会希望说C罗看到C罗跟这个摩迪一起合体 目前来讲应该是有点难度啦 所以大家还是关心体育赛事嘛 对对对香港也一样 好我们来看台湾哦台湾就不是体育赛事哦 反而是观光旅游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富国岛 我其实自己也没有那么厉害的听过这个词哦 但我后来去查一下资料 哎今年开始蛮多人在富国岛 然后有去玩像个小欧洲一样蛮漂亮 有点拉斯维加斯那种感觉赌场 结果呢他们其实因为这个地方有国际旅客的免签优势 因为越南是需要签证的 所以你到这个地方不用签证 也不需要在护照里面塞查钱 所以大家就还觉得这个地方不错哦 但问题是在这个2023年到5月1号为止 那有传出说蛮多台湾跟香港包机的到这个地方都停舍了 就不知道为什么 但其实前面还蛮多人去的 那他们就说 呃现在只剩韩国马来西亚跟泰国还有在包机飞到这个地方 不然你是要去胡志明市转到这里的 好那他们说可能是因为就是有人觉得消费高 但服务有点不到位 那也有人觉得说这个过度开发让复国岛失去了原始之美 那有人说虽然只有复国岛免签很好 但是越南本岛又没有签证的优惠 所以又不够便利哦 所以很多种种的因素可能都导致这样的情况 但是他们的旅游局也确实说 在四月造访的国际旅客有重挫百分之二十七点三哦 他们是认为应该是受到全球经济情势跟通膨高涨的关系 但不管如何 可见大家对这个地方是有点感觉的吗 所以登上了台湾的热搜话题 嗯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新加坡 新加坡跟韩国很像 也是一个通讯软体 但是是另外一个是WhatsApp 那WhatsApp它其实是在欧美会比较盛行一点 台湾也是有但是这个LINE的这个市占率实在太大了 对那是有这个运动行销公司的这个业务主管 他是投到一个商业新闻网 他一个投书啊 他讲说其实WhatsApp 他还蛮适合用在推广体育赛事的哦 因为其实WhatsApp在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呢 他创下一个记录就是每秒钟哦 有出现2500万则的WhatsApp的讯息 所以大家可能为了这个看 就是大家聊比赛啊 或者是传一些比赛相关的讯息哦 会透过这个软体来传 然后他讲说其实传统行销对体育赛事的呃 呃宣传来讲是蛮重要的 但是呢其实WhatsApp来讲的话 很多的欧洲的这个或者是拉丁美洲的足球队 都开始用这个他来行销 而且可以接触到消费者 他因此建议说这个像美式足球的NFL 他目前是还没有用WhatsApp来打入市场 他建议NFL可以用他来作为行销的工具之一 他可以接触很多的这个客户不同的市场以外呢 还可以说增加门票的销量 那纵使说这个球队表现不佳呢 也可以在上面创入搞社群 然后凝聚球迷的这个向心力 是一个有别于其他社群软体 可以另外一个选择供这个球队的球团可以来做参考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